请师父给我们宁波共修组开示一下好吗 好啊 谢谢师父 自己要记住 没有什么特别的 学婆要精进 什么叫精进啊 精进就不会退转 很多人为什么会退转呢 就是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才会退转 很多人为什么对孩子没信心啊 因为你不相信孩子会变好 所以就会退转 所以真正有修为的人 学婆的人 对自己要有信心 对别人要有信心 对佛法更要有信心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学 常行慈悲道 常存慈悲心 然后才能常念 常念佛号 因为观世音不大 无时不刻不在我们身边的 明白了吗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努力 真的 念经一遍 可以消除很多的劫难 念经两遍 可以让自己 陶冶情操 念经三遍 可以让自己 消除烦恼 所以念经的效果 非常非常好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努力 真心学佛 真心的忏悔 实心悔改 你想想看 菩萨怎么会不关心你啊 身上污点没有了 菩萨怎么会不救你啊 好好努力 大家都是有佛缘的人 这辈子能够相聚 就是说明有关心菩萨的慈悲 有大家前世的佛缘 希望大家要珍惜佛缘 珍惜佛缘就不会失去佛缘 当你在人间不珍惜什么 就会失去什么 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 很多人不珍惜自己的肠胃 冷的热的 辣的 拼命的喝 最后肠胃就坏掉了 很多人不珍惜生命 生命随之而就去了 所以要懂得珍惜 希望你们珍惜佛法 珍惜心灵法门 珍惜你们这个可怜的师父 真的 累得来跟你们讲话 经常眼睛都闭起来讲的 希望你们只讲 真的 我们都很感恩师父 我们从心底里面 就是说一定要好好学佛 这个师父一试修成 没有一个人我告诉你能够 真的 我告诉你现在谁肯讲别人不好啊 讲别人不好就被人骂 师父真的把你们看成孩子一样 你们身上有缺点 能不讲吗 一个父亲能看见孩子身上缺点不讲吗 有时候看见孩子犯傻 你知道有些父母亲真的很自私啊 看见孩子往火坑里跳 他就不讲 让你去闯闯 让你去闯闯祸 让你朱撞篮墙不回头 他就看你去撞 你要想想师父啊 我不让你们撞啊 拼命的在拦你们啊 很多人还对师父不好啊 真的没良心的 有什么话好好讲的啊 这些人 真的 我越学我越觉得好像感觉人越来越小了 好像回到婴儿那种感觉 那就纯洁 就是觉得人越来越好像是干净那种感觉 那就对了 这就纯洁了 所以有时候你就是干净的孩子 你就是才能上天 我问你你在天上你要到的地方以后到的天上都是菩萨会不干净吗 会越来越纯洁的地方 但是你说你在人间还有烦恼怎么办呢 你就少接触别人 听得懂吗 我的师父